10月26号邱泽下午 魅力先生台北信仪区街头 为自己代言的保养品站台 现场大方与粉丝互动 送出多重好礼 想要一亲邱泽的粉丝们 兴奋不已 在偶像剧方面 有着一线地位的邱泽 近期跨足大荧幕 首部电影作品 加油男孩在近期也已上映 邱泽对于票房有所期待 不过他表示 能够有机会跨足大荧幕 就十分开心 也期待有新的剧本 在未来可以接着挑战 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等待一个 比较精彩的剧本 对 主要还是剧本 那你说针对角色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在乎 剧本的合理性 跟它的精彩性 天生拥有好复制的邱泽表示 因为工作关系 时常熬夜化妆 但讽刺的也是 因为工作关系 没有坏皮肤的空间 欣欣自己天生好运 他更强调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规律的 作息和饮食习惯 由内到外地去照顾自己 才是根本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